阿弥德加风雨后又迎来了暴风雨 然而善良的肯尼却是不离不弃地帮助着一家人 但摄影师却不希望哈扎德连维肯尼 那么父亲最后会如何做呢 欢迎来到老提济世 紧接上级往下看 疼痛难忍的父亲再次倒下 看来这回的父亲腰间盘再次加重了 估计跟刚才突然剧烈的搬运砖块有关 坚强的父亲终于因为病痛倒下了 这一遍的哈尼帮着哈桑穿上了鞋子 随后再次去网屋后帮着大家干活 小家伙似乎也想为大家贡献一份力量 卖力地搬运地破碎地砖块 此刻的一家人是多么齐心协力地干活 父亲依旧是坐在地上没有起身 孩子们却无暇顾及此刻的父亲 只想着尽快完成搬运工作 父亲看着忙碌的几人也显得有些无能为力 想要起身帮忙却因疼痛再次倒下 勤劳的肯尼帮着一家人埋头苦干 父亲的内心也是多了几分感动 只不过也是更加的于心不忍了吧 家里一堆的破事 自己也被病痛折磨 父亲又多了几分不想连累肯尼的想法 其实要是房屋真的被拆除了的话 小编也希望父亲能够失去些自行前忙肯尼家退婚 才好 这样也能给肯尼的家人留个好印象 也能为自己博得几分好感 否则肯尼要真是这般嫁过来的话 往后的日子只会更加艰难 万一以后有个不顺心二人吵起来 这时就是导火线 只要一有不顺心就会让肯尼想起生活的艰难 没有经济条件支撑的话 只会蹉跎了女人的一生 俗话说的好 贫贱夫七百十爱 这一话肯定是不会有假的 眼前的肯尼也许只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后悔的日子只会在后头 小编也是真心的希望父亲不要连累了这么善良的女人 没房没车没钱的日子并不好过 二人也不一定会幸福的 之前有个房屋还能勉强说得过去 现在要是房屋一旦被拆 那么一家人的生活就是另一个深渊 何必去耽误肯尼这么善良的人呢 希望父亲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吧 也让我们为此刻的肯尼送上一颗温暖的小红心 祝愿肯尼往后的日子越过越好 随后父亲在肯尼以及孩子们的搀扶起从地上起来了 又依照大家的吩咐缓慢地朝着小屋走去 打算进屋休息了 看着架势肯定是无法继续干活的了 接下来的任务只能交由肯尼以及两个大孩子了 肯尼健壮也表示让父亲进屋好好休息会儿 剩余的任务他会一一完成的 希望父亲能够放心地进屋休息 随后便投入了忙碌的工作中 肯尼带领着孩子们将空心装搬运完工后 也比没有歇着 随后又带着孩子们将多余的水管全部收集起来 尽可能地帮着一家人分担任务 同时也表示希望孩子们能够照顾好父亲 要让他在家多休息会儿 尽量不要再让他干重活累活了 否则只会让病情加重从而一发不可收拾 孩子们也明白肯尼妈妈的意思 所以也是点头答应了肯尼妈妈的话 随后忙碌完的肯尼又带着孩子们重新摆放柴火 不知道这又是在忙些什么 可能也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危机做准备吧 勤劳的肯尼妈妈自从来到小屋后便没有一刻地停止干活 一直在认真的忙碌着 父亲则回到了小屋休息 也不知道有没有得到一丝的缓解 孩子们则依照肯尼妈妈的吩咐将柴火转移 难道是想将所有的东西都堆放在后方 给人营造一副房屋没人住的假象吗 小编还真没看懂一家人到底在做些什么 只知道自从肯尼带来了这个坏消息之后一家人便投入了忙碌的工作中 趁这回功夫老T给大家介绍个好东西 咱们有浑身乏力 皮肤油腻 口苦异味 水肿不肖 你要是也这样啊 一定要试试这个足贴 一定要认准这个香港大药房的 他这个可是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品牌了 你看他这个配料里边 有茯苓 金血糖 姜粉 无脂等各种真材实料 而且他这个还是通过香港货品GSI认证的 就这个检测标准的 是高于我们标准的 晚上睡觉前就用他自带的这个乌房布贴把药包贴在足底 满满的可舒服了 用过一段时间呢 绝对给你个惊喜 主要他这个价格还不贵 就这一贴呢 才和四毛多钱 就把你体内的石器给排出来 这可真是花小钱啊 解决大问题了 喜欢的朋友现在就可点击老T投降 在商品橱窗就可将铺铁给带回家了 不过挺肯尼的意思是 这几天肯定是安全的 肯定是没有这么快来到这片领区的 但之后的事谁也说不准了 一家人只能是默默地祈祷房屋不要被拆除 不过小编奸细一家人肯定会被上帝所眷顾的 毕竟上一回拆先队拆除了那么多的房屋 都没有拆到哈米德家来 这回肯定也会顺利度过危机的吧 小哈桑也试图帮着大家一块干活 将铁皮筒滚箱一边放好 东西还是有几分重量的 哈米德搬起来还有些困难 不过依旧是没有放弃 随后肯尼帮着一块将铁筒摆放好了 大家似乎将所有的东西都堆放在了一起 随后终于是忙碌完了 肯尼帮着哈桑清洗着小手以及小脸蛋 小家伙乖巧地站在一旁任由肯尼妈妈帮忙清洗 随后肯尼用自己的裙子帮着哈桑擦拭着脸蛋 这一举动不禁让小边想起了干妈也做过同样的举动 肯尼似乎是真的喜欢这三个孩子的 随后忙碌完的肯尼也没有进屋休息 与父亲简单地告别后便离开了小屋 孩子们也就此回到了小屋 面对父亲露出了难过的神情 孩子们同样担心房屋被拆除 不想辛苦修建的家园就此遭到破坏 父亲健壮开口安慰着孩子们 希望他们不要胡思乱想 意气困难都会过去的 接着便表示让孩子们自己准备晚饭吃 那么递荡起伏的一天即将结束了 一家人的生活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吗 房屋是否会被摧毁呢 本集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老提橱窗有很多精选好物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支持下老提 您在哪里买都是买 老提这里保证正品而且价格实惠 感恩大家的支持